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临修 一起亲近神的时间 诗篇二十五篇八到十节 大卫说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只是罪人走正路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但愿我们行事坚定 得以遵守主的道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我们思想 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 十四章 从十四节到十五章的第六节 创世纪十四章 从十四节到十五章的第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我的力量,我的山寨》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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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岩石,我的盾牌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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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爱你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节 连他职尔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以及父女,以及父女,也都夺回来 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华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以十分之一来 然后,耶和华在书伯兰在书伯兰,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四 亚伯兰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四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四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数算众心,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你的后意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 亚伯兰就以此为他的义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创世纪十四章从十四节到十五章第六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诗篇八十四篇第十一节 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 经文说道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神说不要惧怕 只是因为他发觉 在他仆人心中有了惧怕和疑惑 请留意 神在说这话之前所发生的事 亚伯兰接受了麦基喜德的酒和饼之后 很轻易地拒绝了 索多玛王所奉上的赏赐 当他再回到家里时 疑虑和各种问题可能充满了他的心思 就如 他毫无妥协地拒绝了一切帮助 是否是明智之举 他的政治无私 是否是他令数心敌 感谢神 对于每一个疑惑都有神的保证 因为神的话临到了亚伯兰 神如何对付他的惧怕呢 神要成为保护他的盾牌 对于他的将来又如何呢 神自己要成为他最高无比的赏赐 亚伯兰应该如何多多感谢神 因他终究没有被索多玛王所诱骗 去接受一点唯不足道的礼物 来代替神所测浩大的福分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马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这个题目 圣经创世纪记载有名的四王与五王之战 是圣经所提到头一场大规模战争 因为迦南地的五个王 不肯再称臣纳贡 基达老马和他的联军 同盟的王就前来镇压 来教训这些过去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小王 创世纪十四章记载 当安拉菲做世纳王 亚略做以拉撒王 基达老马做以兰王 提达做歌印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罗马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萨 亚马王世纳 西边王善以别 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侍奉基达老马十二年 到十三年就背叛了 面对战无不胜 共无不克的基达老马 和他同盟的王 五王出来 在西定谷摆阵跟他们交战 很快地就被打败了 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 把索罗马和莫拉所有的财物 并一起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跑来告诉亚伯拉罕 当时亚伯拉罕 住在亚摩利人 卖利的相书那里 圣经说 卖利和以示各 并亚乃都是兄弟 曾与亚伯拉罕联盟 亚伯拉罕听见 他只要被人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 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弹 亚伯拉罕和他的联盟 全力抢救罗德 这次的出击非常成功 在夜间 亚伯拉罕同仆人 分队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靶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 夺了回来 连他的主儿罗德 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 也都夺了回来 亚伯拉罕以寡极重 以少胜多 在夜间的突袭中 成就了 下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 亚伯拉罕把自己交托给 那位在沃尔向他显现 选招他的神 就看见神为他成就大事 当时在退无可退的情境下 要不就放弃罗德 亚伯拉罕别无选择 大胆信靠神 结果就见证奇迹 亚伯拉罕能够得胜 是因为神与他同在 做他的盾牌 保护他 帮助他 他才能够 把罗德 像从狮子口中救出来那样 救回了他的侄儿 接着圣经提到 有两个王 分别请来迎接 这只由亚伯拉罕 所带领的得胜队伍 这两个王 一个是 索多玛王 他出来 在沙维谷 就是王谷 要迎接亚伯拉罕 一个是 撒冷王 麦基喜德 他带着饼和酒 也出来迎接 麦基喜德 是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拉罕 先受到谁的欢迎呢 谁先迎接他呢 他受到 预表基督的 麦基喜德来迎接 按照 犹太人传统说法 麦基喜德 就是 接续挪亚 做至高神祭司的 挪亚的大儿子 闪 因为耶和华 是闪的神 有一本 《创世纪注释》提到 闪一直活到 雅各和以扫的时代 神是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的爱子基督 为大祭司 有别于 从人间挑选 出于立位之派的 大祭司 在《西伯拉书》里 作者说道 这麦基喜德 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 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 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 无母 无祖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麦基喜德 拿饼和酒 欢迎亚伯兰 就是亚伯拉罕 给他加添心力 主耶稣 在设立圣餐时 也用饼和酒 或者葡萄汁 来加添我们 属灵的力量 圣经记载 麦基喜德 为亚伯拉罕 祝福 说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当时亚伯拉罕 还叫亚伯兰 麦基喜德 提到亚伯拉罕 得胜的原因 是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他手里 不是亚伯拉罕 或他的联盟 有多么厉害 施启约翰 讲过一句话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 诗篇124篇第8节 使人说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倚靠 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亚伯拉罕 没有把功劳 和荣耀归给自己 他认同麦基喜德 所说的 是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他手中 于是就把所得的 从上等之物当中 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了麦基喜德 因为麦基喜德 是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拉罕这么做 等同于献给神 表达对神的感恩 神没有让亚伯拉罕 先遇见所得玛王 而先遇见麦基喜德 领受祝福 并向神启示 那遇见所得玛王 会是什么情形呢 当所得玛王 在亡谷迎接 亚伯拉罕的时候 对他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 你自己拿去吧 所得玛王 不要财物 只要人口 但亚伯拉罕 灵力很清楚 他不要跟 所得玛王 有任何关联 他从沃尔 来到迦南 不是为了寻求财富 而是寻求神 他对神 有活泼的信心 亚伯拉罕 对所得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耶和华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拉罕富足 在财物的诱惑前 亚伯拉罕很警觉 连一根线 一根鞋带都不拿 免得拿了以后 就拦不住 所得玛王那张嘴 说亚伯拉罕富足 还不是全都靠我 是我使他富足的 这场战役 让亚伯拉罕知道 倚靠神 足能得胜一切 亚伯拉罕就更有信心了 诗篇一百一十五篇 九到十三节 诗人说 以色列啊 你要倚靠耶和华 他是你的帮助 和你的盾牌 亚伯拉罕 你们要倚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倚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 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 他还要赐福给我们 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 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家 凡敬畏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这事以后 耶和华在异乡中 有话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你 谁能保护 他也能赏赐 那时亚伯拉罕 还没有孩子 他说 主耶和华 我既无子 你还赏赐我什么呢 并且 要承受我家业的 是大马色人 以利以泄 亚伯拉罕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确实 当时神还没给他孩子 圣经说 耶和华又有话 对他说 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子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并且 神把亚伯拉罕 连到外边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意将要如此 亚伯拉罕信吗 信 圣经说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当时要坚定 他所应许的话的时候 《创日记》十八章 九到十四节记载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他说 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 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萨拉 年纪老迈 萨拉的月经 已经断绝了 萨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为什么暗笑 说 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养吗 我们留意 十四节 经文说 耶和华 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这个应许是专给亚伯拉罕的 神能 只要尽心相信 不要怕 我们的保护 是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我们赏赐 也是从他来的 泥土生说 信心不是看 他自己的感觉如何 而是看 他所信的神如何 主不断鼓励我们 不要怕 只要信 我们的软弱 就是无事于神的恩典 低估他的大能 我们把神局限在 自己狭窄的观念 跟人生经验里 以为我的困难 连神都无能为力 看环境就说 不可能了 殊不知 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机会 神最擅长的就是 不可能的事 所以不要小心怀疑 更不要再患了之胆怯 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因为他是你的盾牌 创世纪二十一章 一到三集记载 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 劝鼓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 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 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 所成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之后撒拉说 神是我喜笑 凡听见的 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要如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我们的保护跟赏赐 都在乎神 神要向我们 这些信的人显明 他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他的应许 绝对不会落空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便未有的神 愿我们一生 风风复复地经历他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主啊 我心深深爱慕你 你是我唯一的救助 天上地下谁能想你 有谁能够与你相比理由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你是那位创世的主 你是我荣耀主 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 主啊 我心深深爱慕你 你是我唯一的救助 天上地下谁能想你 有谁能够与你相比理由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你是那位创世的主 你是我荣耀主 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 请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绝不误事 因为你是神 出于你的话 没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你是日投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 你如何做他的盾牌 保护他 谢谢你 借着麦基喜德提醒亚伯拉罕 他的得胜是因为 你把敌人交在他手中 主啊 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靠你得胜 让我们因为你的舍身 你的流血 领受你的饼和杯 我们能抗拒 从世界来的诱惑 不要接受那一点点财物 因为 你让亚伯拉罕承受整个世界 让我们仰望你的应许 让我们看见 你是如何不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行动正直的人 愿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 得到完全的荣耀 我们把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祷告祈求奉耶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思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奄行 虽然心过思饮有骨 虽然心过思饮有骨 我摆设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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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摆设奄行